大家好,我是五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原神中的巨大谜团 相信很多细心的小伙伴都已经发现 我们的主角在剧情里一直使用的都是无封剑 布尔世代群玉德大战用无封剑 和女士的玉拳大战用无封剑 接下雷神无响一刀用无封剑 群玉德回堆大战奥赛尔的妻子依然还是用无封剑 感觉这把剑比五星武器还要厉害 但是我们重回大战天理的那一幕 他们的武器并不是无封剑 而是金色单手剑 区别就在于德德用的是十字型的 而妹妹用的是月牙型的 然后是策划忘记在剧情中给我们的主角搭配武器了 欢迎大家在弹幕等评论区说说自己的想法 答案是 在剧情里每个角色的武器都是搭配好的 蕭搭配的是和蒲渊 葡萄搭配的是护魔 终于拿的是断红之术 问题拿的是天东之翼 在剧情我们终将重逢中 妹妹和德德再次相遇用的正是和天理对趟时的金剑 所以旅行者拿着无封剑在旅行中战斗 这显然是策划的有意为之 武器的背后曾经是会有全新的路式 只是现在剧情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 据前例我们的主角是在离别后被封印了力量 因此无法使用原来的金剑作为武器也是有道理的 我们来探探无封剑的介绍 旅途中充满了相遇与别离 这里说的别离应该就是德德和妹妹的分离 相遇就是在旅途中遇到派门等一系列角色 始终不会抛弃旅人的忠实旅伴 同怕只有常见与远行的梦想 这句话很有深意 表面意思是这把剑会陪着我们一直到最后 但是在深入理解之后 就会发现好像在暗示 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派门 是不是到最后也会离我们而去 在结合冤夏冬剧情中火深冤勇者说到的 要小心身边的人 仿佛在暗示着我们什么 或者如很多人所说 派门就是天理 这里我们没办法确定 只会一起期待接下来会发生的路式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的金剑去哪有呢 我对人的猜想是 金剑来自于主角自身的力量 在力量被封印的时候自然是不能使用的 但是随着旅途的慢慢进行 主角的力量也在慢慢的增加 到最后集齐到七元素后 手上的无风剑就会变回金剑 紧接着就会与天理 来一场精彩绝伦的史诗决战 至于那时派门会站在哪一方 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是点赞展欧气环节 此点赞欧气就会在你抽角色的时候出现 说所有点赞的小伙伴 一花入闻单抽出深鹤 所有三连小伙伴 单羽 萧 生鹤 钟铃全都抱回家 所有三连加专注的小伙伴 十连直接买命座 专务出去一次出